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很好的扩散 同样也可以让我们这个平台上有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这款产品 那么在Facebook上确实是不排除有一些不太喜欢做亚马逊的 不太喜欢亚马逊这个平台上的商品的 那么所以Facebook的这块的包容性相对来说比较强 它呢是可以将我们在亚马逊上的这个链接呢 分享到Facebook上 那么如果有一些人喜欢这款产品 他就可以点击进去 直接跳转到我们亚马逊的这个平台 跳转到亚马逊购物页面 如果喜欢这个产品呢 他就会直接下单 如果要是说不喜欢的话 那么他可以完全可以跳出去 这也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Facebook上的一个转化率呢 相对来说确实比较可观的 也是比较吸引人的 那么这个呢 只能说是放一点点的跟我们这个微信做微商 是有点类似的 就是说放一点这个信息 然后如果有些人比较感兴趣的话 那么他就会点击进来 如果要是说不感兴趣的话 那么他也只是做一个浏览一个观察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是可以通过我们投其所好 大家应该去多去找一些你的产品 会经常在哪一个论坛出现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把这个Facebook上的话题 直接引到我们这个相应的论坛上呢 例如一些什么摄影器材呀 摄像的类的一个产品 电子类的 他们都是有一个比较专门热爱 这一个产品的一个论坛 叫很多人愿意聊一些什么环境话题呀 或者是科学话题呀 那这一方面的话我们都应该去积累 都去积攒一下 我们的这个产品 会跟哪一些社团 或者说跟哪一类的话题 跟哪一些群组相关的 我们都应该去搜索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多去关注 那么同时呢 就会将我们的产品引上去 那这样我们也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流量 同时呢 也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订单 通过我们Facebook上的话 大部分的人玩的话 会比推特要更多一点 如果大家要是想说是铺货 那么铺货的话 想要获得更多流量 大家可以采用我们这个Facebook进行解决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Pinterest 那么这一块的话 主要就是Pinterest的一个转换率呢 就没有那么高了 就是有0.36% 那么客单价真的是蛮高的 是123到左右了 那么这么高额的一个客单价的产品 如果要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做的话 你是有市场的 你也是有其他的一个流量引进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Pinterest的这个分布情况 年薪在这个3万刀左右的人呢 是达到了22% 年薪3万到5万刀左右呢 达到了28% 年薪3万刀到7.5万刀达到了30% 大于7.5万刀的是达到了34% 那么通过这个数据对比呢 我们也看到上面的数据呢 相对来说分布的也是比较均衡 那么这里上 这个玩这个上面的人呢 基本上是没有我们的Facebook多 但是呢 它也是依然成为我们 一个高额产品的 引流的一个局地了 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是卖的客单价比较贵 那么这里呢 大家完全可以试验一下这个Pinterest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PPT的形式 把我们的产品展示在给所有众人的面前 那么这个平台呢 相对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 展示产品的空间 类似于我们产品的A加页面 如果大家要是说对我们这个产品 要是比较感兴趣 那么我们可以呢 直接跳转到这个平台上 发一下话题呀 把我们的产品引到这个平台上来 那么如果喜欢这个平台上的人呢 就可以直接进行购买了 那么同样呢 我们还有个Instagram这个 它的参与度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了 它是Facebook和Twitter的15倍呀 高达了5%到7%的一个转化率 那Instagram的这个平台呢 相对来说 使用的人不多 但是的精准客户流量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也完全可以说 使用一下这个平台 给自己的产品进行一次推广 那么我们看一下分布情况 年薪三万刀是占了28% 年薪三万到五万刀占了23% 年薪三万刀到7.5万刀占了26% 年薪大于7.5万刀占了26% 那么这个数据呢 相对于其他平台来说是不是很多 比较小 但是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出精准的一个客户 如果大家要是说通过这种平台来进行一次引流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不错的一个手段 那么这个四个平台呢 只是说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还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来去进行一次引流 那么现在成为最主要的引流方式呢 是我们的Facebook 同时呢 大家可以了解到各个平台的不同特点 以及我们转化率的分布 还有一个收入的分布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产品的一个特点 去找到相应我们应该去 在哪些平台进行一次推广 那么同时呢 大家也完全可以依赖于我们整一个亚马逊的一个站内引流 然后用我们的站外引流来进行辅助 那么这些平台呢 仅仅是他们应该特有的平台 那么大家在玩这些平台的时候呢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 怎么去玩呢 很简单 那这个时候呢 给大家提出六点啊 给大家提出六点一建议 第一个建议呢 是先社交在营销 我们先培养出账号 至少是一两年左右 那么这个账号的时候 大家一上来的时候 不要直接去发产品 因为你一发产品 就像我们朋友圈一样 天天都在发产品 人家都不认识你 不平平你才怪呢 所以说大家要玩这种社交平台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带着一种做微商的一种思路去做 那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么只要大家在平台上提供出的产品 相对来说比较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或者说是比较常规的产品 然后呢 我们先去交朋友 先交到更多的朋友 然后呢 把我培养出自己的一套朋友圈 这个时候大家交聘了 交朋友 一定要具备有一定的目的性 目的性是代表什么样的目的性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的这款产品是男性使用 还是女性使用 是什么样的人士去使用 那你是不是就应该去多添加一些 经常使用到这一类产品的人呢 对不对 而且呢 同时我们也要掌握到这个产品的 使用这类人的一个收入的情况 然后呢 再去进行一个 要设有添加好友的一个计划安排 同时呢 我们也应该去关注一下 这一类的平台上面 有哪一些网红 那这个网红 经常他会推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并不是说所有的网红 他推什么产品都可以成功 举个例子啊 范冰冰他推这个面膜 肯定能推出去 如果让范冰冰去推一些消防的产品 那么他肯定是推不出去的 那所以说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切记 我们找网红 也要找到相应的产品才可以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要上来一上来 就开始发产品了 发广告了 那这样是非常不明智的 先社交再营销 当你把这些朋友都混熟了 玩得很好了 而且呢 经常发些话题 也会引到很多的人 来帮你点赞 同时呢 你也可以在这个圈子当中 成为一个话题王 成为一个话题人物 这样的对我们来说帮助更大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记与该 那么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玩的时候 哪些是应该做的 哪些是不应该做的 我们应该做到的呢 就是整合资源 在整一个平台上 将我们所有的朋友 推成一个朋友圈 一个人脉圈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发产品 已经有了很好的良好的信用基础 再去发产品 那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哪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做的 一上来 你就发产品 一上来 你就打广告 这都是不允许要去做的 而且呢 是跟我们的朋友 直接就去进行一次交易的这么一个方式 去进行对话 那这个呢 也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而且在这个平台上呢 大家切记的是 我们在发话题的时候呢 一定要发常规的 不能有一些太消极 或者是说 跟我们当地目标市场国 太对立的一些观点 那这些问题呢 大家也应该注意 好 那么社交的六步走呢 也是更简单的一个问题了 那么关于社交的话 首先 先去 找到我们产品的一个 一个人群 受众人群 第二步呢 就把我们受众人群圈起来 做成一个人脉圈 然后呢 把他们全部是 把它全成一起 然后达成一定的共识 我们可以经常跟他 发一些私信呢 或者是发一些 他们比较关注的一些话题呀 那么第三步呢 就是开始跟我们一些朋友 进行一次打熟 把我们的朋友进行一个打热 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第四步呢 是在我们通过 循序渐渐的这种方法 可以引进一些 你要是喜欢这个类的话 我们再把产品打入进来 那么第五步的时候 可以将我们的 其他的产品链接呀 贴进来 然后第六步的时候 可以慢慢的形成 自己的一个营销圈 那么这个时候 前一幕化的去做营销 而不要突然的 去做这个营销 同时呢 我们要记住 优化一个站内 这句话说的很好 想要做好这个亚马逊的话 站外引流的话 那首先一定要去 做好站内 如果站内要是 做好的情况下 你在做站外引流 对我们来说是帮助很大 如果站内要是 没有优化好 就算你引进来之后 客户点开到我们 想起因为他不喜欢 他也会走人 对我们来说 也没有什么帮助的 那么同时呢 大家要配合到 使用我们的优惠码 那针对于这些优惠码呢 我们可以发放我们的朋友 让我们的朋友呢 去将我们传播 然后呢 给到我们的朋友 更多的优惠 让更多的客户呢 认识到我们这款产品 然后认识到我们这个产品的 一个好玩啊 或者是很好使用啊 去吸引到他们的一个兴趣 同时呢 我们在使用优惠码的过程当中 要多去发掘一些网红 因为这些网红确实可以帮我们 带来很多的一个流量 同样呢 他可以帮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个 精准的一个转化率 那么网红呢 他确实可以将一些 没有共同打使 没有共同目标的人 或者说 没有达成共识的人呢 可以经过他的一个整合 经过他的言论 以及自己给予别人的一个威望 那么同样呢 也可以吸引到很多的一个流量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这个网红的 这里有一点是希望大家要记住的 千万不能让网红 帮我们发这个review 一旦发这个review的话 有可能会被亚马逊抓到 那亚马逊抓到的 就会将这一条listing 轻则将review删掉 重则呢 会将我们的listing删掉 所以呢 这里大家一定要切记 而且还有在做这个 配合优惠码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优惠码的折扣 签了不能第一五折 一旦第一五折 所做出来的review 也会被强制性的删除 所以呢 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开发的时候 或者是做这个折扣 或者找我们网红 帮我们代言产品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到这些问题 其实呢 做这个站外引流啊 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它并不是能够 一下子起到一个 非常立竿见影的作用 它的效果呢 也是慢慢的才会出现的 所以说 我们做这个站外呀 一定要有一种先交朋友 然后再去推产品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东西 大家急不来的 如果太着急了 反而会适得其反 好 那么以上内容呢 就是对本次的一个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在 从中学到很多的内容 如果大家要是对亚马逊 有更多的一个内容 想要知道更多精彩的内容的话 请大家登陆福克斯的论坛 那么里面会有很多的精彩文章 推送给大家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